汪小菲之前被抱婚内出轨张盈盈 两人始终不承认 尽管已多次被拍到亲密合体 他们始终不认甚至喊告 不过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受前期大S 根据俊叶的影像 改走高调路线开始晒安耐啦 路网最新爆料 传出汪小菲在朋友圈大方晒出 牵手张盈盈的合照 娘娘还失之敬扣年金镜 感觉是在宣告恋情 据说他们两被募集同游 因缘圣地杭州法喜四 又在重庆约会被抓到穿情绿鞋 这次高调认爱也被外界认定是要官宣了 消息曝光后 网友纷纷转发说 这下王小菲总不能死鸭子嘴硬了吧 郎财女貌以后要好好幸福 不要再去打扰前妻和小孩了 但也有人看热闹敲碗妈妈张澜 想知道这次又会在直播说什么 这下子圆不过去了吧 事实上张澜常在直播中被问到儿子的感情 她总是矢口否认 甚至有点小情绪的说 我们家从来不要二手货 让大家觉得她老人家 就是不喜欢张盈盈 这次王小菲直接高调认爱 没在理张蓝 看来蓝姐应该会心碎一地哦